大家好 陈老师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本集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 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些无声论者的论点 话说在前面 老师虽然是一个做的YouTuber 但是呢 其实没有要划中取宠 老师其实每一个议题 如果你有认真看老师每个议题 老师其实 无论是教学 无论是讲灵异 或者是一些生命话题 老师都有自己的逻辑 这些概念来去讲 为什么呢?因为老师除了老师是一个武术老师 办事老师之外 老师自己也有经营电子商务 老师不是只是关在书房 翻着古书 来论天下事 不是老师是实实在在的创业家 所以是说 老师对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去了解 明白 推敲 有这个逻辑了 才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同时老师也是一个处女做AD型的男人 所以是说 你要拿没有道理的事情 来跟我讲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好,还有主题 有些的无声论者 学院教授说他只是讲个概括 或是某些健身房的猛男 可能会说一句 除非你能够 把 譬如说 菩萨 耶稣 或者是阿拉 叫他面前 他立马 就成为虔诚的信夫 或者说 那不然你把这个孤魂野鬼 利鬼 吊死鬼 什么鬼 叫他面前 他才会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 眼见为凭 其实这个心态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叫做实事求是 但是要想到一件事情 你看不见的 就一定不存在吗? 老师这么讲来讲好了 好不好 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科学家如果告诉你 世界上宇宙中有个黑洞的东西 那他是不是应该把黑洞放在你手上 如果说他说 在世界上宇宙中充满一个东西 叫做暗物质 那他是不是也要把暗物质 放在你手上 有些时候我们在去做这些 做类似科学这些想法的时候 其实 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才是一个科学 的基础 如果只是因为你看不到 你要去否定他 那么 老师这么讲好了 这世界上有爱情吗 在世界上有亲情吗 在世界上有友情吗 所有一切感情 你都可以把它 作为比如说什么脑内的一些 化学物质的 作用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爱情 也没有亲情 更没有友情 什么爱都没有 都是错觉 这样讲对还是不对 所以说 破除迷信 是很重要的 但是世界上有的东西 他不会因为 你否定他 他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也不会因为你坚信他 他无中生有 他本来他就一定会突然的 砰 保住这个世界上 所以说我们再去面对这些说 你是说要否定这个神鬼之说 否定宗教之说 那其实 某一个层面讲他们用意是好的 就是希望人不要去迷信 破除迷信是很重要的 但既然说是迷信 那是什么是迷信 各位什么是迷信 我们那宗教迷信 到底又是什么 其实宗教迷信 宗教迷信 或是迷信这两个字 都是在这个造成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的要素之一 这个真的是事实 但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迷信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 什么是迷信 迷信代表说你 没有了思考能力 你是因为别人讲什么 或是书里面讲什么 你就照做 你不去辨别他的是 非 对 错 比如说马云说 比尔盖茲说 张中谋说 诸如此类的文章网路还少吗 看着人你有去思考吗 没有去思考 紧听别人说 你就相信 所以说有些不孝业者 组织的老鼠会 那些本来是好制度的职教被他们弄成 那种诈骗极端式的直销 这是为什么 太多人他选择了迷信 你不去辨别这个是非 不去思考他的逻辑 那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那再来讲 信仰宗教他是不是迷信 各位信仰宗教是不是迷信 我们这样子好了 我们把宗教这两个字 暂且先把他换掉 然后把他换成什么呢 把神佛换成 人物好了 实实在在的人物 换成谁呢 我们把他换成 孔子 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 相信各位应该 大部分的同意 他是一位圣人 因为他把教育普及化 孔子 他有论语 祝有论语 不是他祝他的讲话 只是论语 里面就有段谈到什么 百善孝为先 孝道很重要 他在里面孝道 就讲到一句话 孟义子问孝 子曰 吾 为 大家都学过 这个不是什么高生理论 大家可能在国中高中初中 有些甚至小学都可以学到 这句话什么意思 要问他说什么是孝顺 孔子说 就是听你爸妈的话 就是 不要违逆他 别跟他对抢 你就是孝顺 所以 遵从父母的意见 就是孝道 同理可证 如果父母叫我们去当诈骗集团 我们去做 这是孝道 因为无为 我们把 我们的收入 全部交给家里 然后不用养我们自己的老婆小孩 这是无为 父母吸毒 我们也跟着吸 这什么 这叫无为 父母说 我看这个事还不爽 看这个人不爽 看你给他打个打 我们就拿着刀 拿着枪 拿着棍子 去把对方打一对 顺从父母的心意 这叫做无为 各位 百善 笑为先 我们遵从父母意见 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孝道 诶,这论语讲的啊 不要违背父母的心意啊 如果我们要弘扬圣人的礼法 我们要当一个好人 首先要遵行孝道 这是对的吗 这就是迷信 因为你没有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 你单凭一句话 一件事 你就把所有事情认定 这就是鬼灭 这绝对不会错 因为这是圣人讲的话 有些人就说 这个是菩萨讲的话 这个是哪哪哪哪哪哪哪个神圣讲的话 哪个先知讲的话 哪个老师讲的话 哪个教主讲的话 哪个师父讲的话 要有思考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是说 真正会迷信的 不是在于 神 佛 人 本身 而是在于自己 有没有分辨对错能力 就回到我们的论语来讲 论语里面 论孝只有写无为这个字吗 不是 孝道里面还要讲 论语里面还要讲 子曰 是父母己见 见字不从 又敬不为 劳而不愿 什么意思 父母做错了 我们要规劝他 但是我们用公敬的心去规劝 不要给他臭干辣丢 不要跟他对呛 我们就 就是 委婉 去规劝他 说我不听 我们也不要跟他呛 下次再找机会 適当的人事实地物 跟他讲 那点不好 比如说父母说 这个重要的很好吃 来 吃的对身体很好 哪里来的 地下电台买来的 那你觉得不好 你说 干你把我骗起来 干你那你笑的 他在地下 不是 我们要说 爸 这个 药品没有 不是 没有不合格的 没经过检验 肯定有重金属 对不对 如果你要买可以 要健康 每个人都要健康 我们是不是 去化验一下 或是请对方出示这个 卫生署的检疫 检疫报告 这个中药有没有重金属 如果他们自己没有 是不是他也不清楚 他的来源 还是 没什么事 吃了 跟COG 那不是很可怜 对不对 类似诸如此类的 我们可以辨别的是非 再从经典里面去学 我们要去 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 错 没有密度错 地下电台要 哪一个是真的 都马是骗人的 为什么是骗人的 因为他某种暴力呀 他的设备要钱呀 他被政府抓到要钱呀 对不对 他们要赚很多钱 养这么多的主持人 还有后面的后资人员 那他又怎么办 赚钱 赚什么钱 暴力 什么设备炒掉 他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说回到原来的地方 同样的世界的论效 他里面都阐述了 有所为有所不为 做人 是这样 信仰宗教也是一样 什么是宗教 一个宗 就是他有一个中心思想 来教化百姓 我们可以学什么 从这个宗教学什么 学耶稣基督的不爱 学什么 学观音的慈悲 学什么 观圣帝君的信跟义 学佛陀的忠庸 学太上老君的 超脱 宗教是来为我们人生思想做 做洗恋 这就是宗教 为什么 因为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所以说 烧香拜佛 其实拜的是自己 为什么 经典会有跟你讲 人即心 心即神 无愧心 你无愧神 拜佛是拜自己 为什么 佛教也告诉你 成佛是什么 不是对你去世成佛 因为你当下就要与佛不恶 我们当时就要有这个佛心 你当下就是佛 谁说你在念佛 念到奥弥陀佛 念到释迦牟尼佛 你当观世音菩萨 念到死 你就成佛 没有这回事 神明作为一个信仰 他透过了一些仪式 让我们有机会 也透过仪式 试图的跟自己内心 跟神明做沟通 它是一个桥梁 神明作为更高次元的管理者 他给我们的就是思考 我给我们的就是思考 你懂得思考 你人生才有价值 你不懂得思考 你跟叉烧有什么两样的 或许有人说 老师照理这么说 神明这么伟大 这么会有这些能量 可以教导众生 普度众生 那为什么现在社会这么乱 神明为什么不下来救苦救难 神明不是万能的吗 你可以给这些要做恶的人开示啊 对不对 你要给这些 受苦难的人 贵人来解救啊 为什么还放任饥荒 疾病 战争 罪恶的存在 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老师在 年轻的时候 这个心里在这个想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天 老师在才修的时候 本门的祖师爷 来告诉老师 开示老师这个 思想 来跟老师讲一个故事 怎么说呢 他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小孩跌倒了 没怎么样 但是他就觉得很委屈 他在地上哭 就是死活不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委屈 他父母应该要来救他 父母是万能的 在哪个小孩眼中 父母不是万能的 父母是万能的 父母就是神 又为什么不来救我 哭啊闹啊 你是父母 你是应该鼓励你的小孩说 没关系 站起来 来 来 站起来 不要怕 还是你把地板 把他抱起来 不哭不哭 打地板 说地板坏坏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家的宝贝 哪种是对的 各位 这哪种是对的 又或者是说 今天我们两个小孩在抢玩具 两个小孩抢玩具 你的孩子 你跟别人的孩子有了纠纷 抢这个玩具 你看到了 你是要直接走过去 把别的孩子打个半死 然后把玩具抢回来 交给你自己的小孩 还是去了解这什么状况 然后教小孩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觉得呢 所以说当然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见仁见智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 跟灾难来源 就这两个 失去跟得不到 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痛苦 说要造成这些你真我夺的 就是失去跟得不到 我得不到 我现在得不到的 所以我就抢 发动了战争 小孩就是打架 吵架 大人政客就是发动战争 哪怕你哪一只少奶在那拼 那就是一个想要 一个得不到 你就有纠纷 所以说 这个事情 所有事情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 人去制造出来 人去制造的战争 人去制造的饥荒 人去制造的疾病 人去制造的罪恶 哪一件事情 是神下来制造的 没有 通通是人制造的 跟小孩跌倒在地一样 那有些人说这个是小孩是一个人的事情 灾难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事情 是啊 依照我们现在的智慧 就觉得 嗯 应该是这个区域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造成的 是 那我们只是比喻起来 小孩的世界 里面 父母就是神 大人的世界 神是另外一个管理者 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 你今天要去跟神明祭祈求说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问神问自己 我请神明给你一个智慧 来告诉我 来给我了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神明会从神滩上走下来吗 说你的生意不好 我告诉你怎么做生意 那如果你来问的 你是一个比如说人体设计师 财神员他也不是软体设计师 他要怎么告诉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要怎么设计 才会赚钱吗 不会 他要怎么样呢 这个机缘告诉你 那你是不是 问自己去思考之后 一件一件事去思考 这个机缘给你贵人 让你知道说 周边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去请教 帮助你的 那个人就是财神员化身 给你一些方向的 那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 我说他明明就是人的 怎么是神员化身 菩萨是什么 菩萨 就是 无私的奉险 就是菩萨 而不是在 你在坐在木头里面的 那叫做菩萨 为什么 经典已经告诉你了 观世音菩萨也一种种行 由诸国土都做众生 意思是什么 观世音他不是从 他不会在木雕里面 或是神像里面 告诉你做什么 所有佛教的 故事里面 没有一个佛会告诉你 我从木雕 从木像过来 告诉你怎么做 所有在世尊那个时代所出来的 一页说的事情 都是 人的心情告诉你 有个心理直接告诉你 他从来没有形容说 这个石像突然走下来 告诉你解决问题 这个木头走下来 木雕的佛像 告诉你 什么事情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没有 是人才告诉你解决的问题 方法 所以人及心 心及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菩萨 所以说世尊说 众生皆可成佛 为什么众生皆可成佛 因为你自身就是佛 成佛就是要与佛不恶 我们要付出为人 所以说在除了国民品之外 金刚经里面有说到 金刚波罗伯隆经 实无有法名为菩萨 什么呢 没有一个法告诉你 你念什么经会成为菩萨 也没有一个法告诉你 你要 做多少 你要做多少事情 会成为菩萨 也没有 任何一个经典告诉你 你要捐多少钱 成为菩萨 为什么 心不住法而行不思 是真名菩萨 什么意思 我今天不为了什么事情 我今天就是愿意 发这个心去帮助 任何一些我能帮助的人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就是 无私 去 帮助人的时候 你当下就是菩萨 为什么念佛会成为菩萨 念佛不会成为菩萨 如果你的心没有跟佛一样 你不会成佛 所以说 世尊在一直在讲 说世尊讲的说经得着重 重结一个中心的思想 很重要 法没有高下 佛也没有说你要做什么事才能成佛 你佛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 什么一切法 无我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能够广制布施 你就是菩萨 你当下就可以成佛 为什么世尊说他成佛 他没有说你死后成佛 他都是一直在说你当下就要成佛 你当下就要喜乐 你当下就要快乐 而是在后面人因为政治的力量 或是一些宗教的利益 他们把他扭曲说 你要一直来布施 你要捐钱 见佛盖庙什么的 你才能够 有机会怎么样 哦 地府抽钉啊 思想是人生的道路 如果钱 可以 那你称佛 那 摆明摆着 有钱的都称佛了吗 是这样子吗 这真的是诸神的本意吗 这是耶稣基督的本意吗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意吗 这是任何一尊 这是谁 耶和华的本意吗 没有 这所有宗教 有些人想利用宗教的力量 去收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的时候 他说你不捐钱 你就没有这个赎罪卷 你以后怎么进天国 你没有去 在这个时候你布施这个三宝 那你就罪孽深重 你这辈子就没办法 你往生的经人就没有办法获得解脱 所以各位 迷信不在于神佛 迷信 不在于 你那些木雕刻出来的神像 永远在于自己 而不是在别人 因为如果你自己心中有这个理念 能够分辨是非 每一个人在 在至少现在教育化普及的时代 每一个人你至少得念十年书吧 你没念十年书 国家任何国家都不会放过你 大部分的国家了 你说第三世界可能不一定 亚洲地区你没念个十年书 政府也说不行 你应该至少念十年书 这十年书没有说十年书 六年书念下来 国家一年级到六年级 你没有许到判断设备的能力 这就是很重要 这是很直接 很直白 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宗教里面所跟你讲的东西 不是说你今天信任这宗教 所以说你就要被他制约 有些事情你不做 你就觉得 看来好像会下地狱 有些事情然后你 你没有这种戒律 那你就会出事 没信没信的出事 这也是不对的 宗教 给你的一些 信条 亦或我们可以说是戒律 是为什么 就像我们在从小时候 我们要学规矩 做好吃饭 长大了你要警戒做好吃饭吗 因为不对他习惯成自然 所以说公主就说 随心所欲不欲举 规矩在哪里 规矩在心里 你坏了这个规矩 有时候放纵一下 会不会 你会不会就被社会 就是有什么社会上的死 就被大家所有人一片公干 为什么愿意吃饭 翘翘狼腿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说信宗教是要获得心中的 精神的洗恋 思想的自由 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 物欲里面 物质里面 找到精神 更加往上一层的 定义 这就是我们本机 老师今天要讲的 要点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订阅 记得按个小铃铛 这样子老师在上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才能够收得到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